那所以我就有个想法 我是不是要把家搬到Santa Monica去 这样第一个我省去了那个 就是来回跑的时间 另外的话我又那边 今天是3月20号的星期一 早上9点钟 昨天刚刚从Santa Monica回来 然后现在又开往Santa Monica去上课 那在就之前的话是难以想象的 我一个星期去三次Santa Monica 简直是疯了 因为一个是路程的话是30多英里 单程来回就是60多英里 然后路上又塞车 基本上单程都要一个小时20分钟以上 那在之前的话 我这个比较不喜欢开车的人的话 是几乎不敢想象 就是基本上就一个月 两个月会去一趟 那边就可能差不多 但疫情之后的话 从2000年开始 我每周都去一次海滩冲浪 嘛 所以也是30英里左右 那再加上现在从去年11月底开始上课 去Santa Monica一个星期两次 哇 已经是完全的改变了我每一周的这种活动的范围了 就大大的扩大 刚刚路上还不塞 现在快到Downtown这边了 就开始塞起来了 60号 10号 5号的地方 因为上周的话 上周三的话 我已经打算了 要去上台去做那个练习 第二次的练习 那结果是有别的同学在前 那今天的话 基本上我要上台去做 我设定的情境是 我在last minute去填一个表格 因为我这个事确实是经常发生的 就经常会拖拖拖拖拖延症拖到最后才去做 然后所以的话时间会很赶 然后另外的话又有几件事情会安排在那 等于说我要马上填好这个表 然后再去接我儿子 然后接了儿子再去邮局 邮局在5点钟要关门 那大概就剩下时间就特别紧 就是一切要顺利的情况下我能完成 如果万一哪个地方出一点差错 我就会完成不了 那这个导致的后果 那个导致的后果的话就会是 我会错过三四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再去提交这个东西 那没有提交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拿不到我的护照 拿不到我的护照 及时的拿不到我的护照 那就会错过那个暑假 这个假期回中就回国的一个计划 就总之的话一环扣一环 然后机票又会贵很多 就是有损失又有这种 甚至真的会 我经常会要交这种 Double的这种罚款 费 这个在我身上经常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常态的一个很紧急的一个事情 之前我想把它设计的 我要非常繁忙的在做这件事情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去管别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我还想着就是我带一套我的投影的幕布 我当时有试过安装起来有点麻烦嘛 所以我想拿那个去做这个练习的话会比较好 但是我要想想这种道具太过复杂 然后会影响了你的真正的这个专注 所以我就想这一次的话填表的话 我就在桌子上面再填 真实的在填 我准备了两个空白的表格再填 每一项都要填 填好 而且我设定的时间要比较紧 比如说我可能5分钟能填完了 但是我把它设成3分钟 哦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 因为每一个星期都要跑两趟去Santa Monica嘛 然后再加上我的英文 我想再提高 就不仅仅是在上课的时候 能够有练习的机会 我还想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也更多的跟就是说英文的人在一起 那我现在住在这个华人区嘛 那基本上说话语言交流的机会就很少 那所以我就有个想法 我是不是要把家搬到Santa Monica去 这样第一个我省去了那个 就是来回跑的时间 另外的话我又那边 毕竟华人很少嘛 那我也多一些说英文的机会 你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idea吗 但当然也很多问题 存在很多问题 因为那边的房租要很高 比我们现在要贵出很多 然后另外的话 我家人我老婆会不会适应 或者说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搬去 以及在那边的生活的真实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这些问题都有带于我去做一些调查 然后最后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决定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 就是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去搬吗 或者说是你觉得有没有朋友住在Santa Monica的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在那边生活 以及有没有在 就有多少人是生活在非华人区的朋友 在听我的节目的 就是你对不是在华人区生活的这种经历 你觉得OK吗 你给我什么样的建议 我非常想听一下 反正这个值得准备和考虑 因为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吧 特别是对我这种破炎症的患者来说 就更加是一个会拖拖拉拉 一直没有结果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制造 谢谢 刚刚下课 今天上课还感觉节奏蛮快的 课开始的时候那个reputation 我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后来这段最近的这段时间 我就是这种站在一起的那种reputation 我就有点其实没有那么想去做了 就有点想只是来观察一下周围的人 然后其实我可能也是遇到了一定的障碍 就是我觉得我的repeat就是跟不太上 就是那种现在大家的反应很快 就是repeat的很快 然后能抓住对方的behaveior 然后能说出来 那我是遇到了这些障碍 不能马上的去说出来 然后也会有点犹豫 所以因此我就有点往后退的感觉 就不想太去做这个事情 有点抵触吧 但其实任何这种障碍 其实只要你去面对了去做了 也没有那么难 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体会吧 就是说虽然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盯着问题看的话 你会觉得问题很大很难 但是如果你去面对它去做的话 就没有那么难了 就也就搞定了 或者说基本搞定了 然后接着就是我第一个做 那个independent activity 那我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在填表 那填表的过程中整个还OK 就是然后老师在点评的时候 他就讲 就唯一的就是最好就不要做你 刚刚就是重复做你生活当中的事情 要做一些想象 但这个想象呢 又是不要说完全的太过虚无缥缈 还是说这个想象有可能是在你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或者你有可能做的事情 或者说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可以有一些挑战有点难 但是最好不要就是copy你曾经发生的事情 那我做的其实是参考了我的基本的情况 然后去做一个重新的演绎 就重新的去表现 重新的去做这个行为 加了一些紧迫性 然后完全的就是专注我做的事情 然后周围的事情就不太去 就主要专注你要做的事情 老师问同学就是你发现你有哪一点 哪些方面觉得最真实的吗 其中有个同学说 他说那个笔写不出来那一点最真实 他说那确实是我的笔是真正的写不出来 就确实是我那个笔就写着不好写 所以我在很着急的去画画画然后换 所以就话说回来的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在演戏也好 一些很自然的一些意外会令到你这个表演会更真实 所以的话有时候你并不要太过纠结于我的表演出了一些意外 但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出现的任何的意外 在那个情形里面都是有可能的嘛 而且会令到你觉得更真实 对比如说你去着急的跑过去 去拿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摔跤了 那可能是真的很真实 那不是你装出来的 不是你设计出来啊我要摔跤 然后你的动作就有点假 因为你知道你要是摔跤 但那个你不知道你要摔的那个跤才是真的 OK还有就是另外几位同学做的也很不错 一个是他想象他他女儿是20岁18岁要结婚了 然后他要去参加这个婚礼 那他铺垫的前期就是他在回家准备出发去参加这个婚礼之前 发生了车祸一个小的车祸耽误了他一个小时 所以他就晚了 那他在换衣服准备啊什么然后出去 那也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这个还不错 但他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做的时候那种 他通过一些环境啊放一些音乐 让别人能够跟他一起进入那种很期待啊 虽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而车祸 但是他非常的兴奋 非常开心 期待着我待会就要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然后他其中也做了一些小的细节都还不错 然后另外一位同学的话是做什么来着 他说他发生了一个撞到了一个人 其实他喝酒了撞到了一个人 然后那个律师告诉他你要说那个人跑过来 跑到你车前面的 然后你没有喝酒 然后你就要他杀一个谎嘛 然后他就在犹豫 他非常的难以决定这个选择 因为他不想撒谎 就那样的过程 那后来我们又再进行了reputation 其中有一段就是最后一段是那个我们那个很活跃的两位同学 但他们其中一个一直是有一些困惑 经常会有好多问题 当然他的问题其实也让我们所有的同学 更加了解这个课程的一些目的啊和这个要点 那他就有时候会觉得他不明白的时候 他就会很困惑 就是你一直在那个很难参与到这个课程 或者说他是什么东西都写在脸上和行为上 就是比如他不高兴 他就会翘自己脚啊 或者说就是会抓头啊 会说出来啊之类的 那最后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同学 啪啪啪两个人reputation 就是就像吵架一样 啪争分相对的 那个确实是他们就 那个过程他俩都 就是在完全的进入的那个两个人的这种重复当中了 就是忘掉了周围的所有的事情 这个确实能看得出来很精彩 老师也说了这个就是这个reputation要达到的这种效果 那这就是上课的过程 然后所以你可以听我讲的话 讲得也很兴奋也很快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今天这堂课的感觉 还有就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打开我的email一看 有个好消息 我前两天上周应该是上周的一个audition 我获得拿到了callback 那个是一个feature film 哇我很开心 虽然他的戏不多 但是是一个长篇电影的一个好方